中国旅客大闹瑞典旅馆 让中国跟瑞典的关系 也变得紧张起来了 最近瑞典有一家电视台 就拍摄了宣传短片 来加以反击 要中国人不要在瑞典随地大小便 甚至还说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 瑞典电视台拍摄宣导短片 开头刻意上中文大字 欢迎来到瑞典 内容可是极尽修理知能事 尊敬的中国游客 欢迎你来到瑞典 为了避免文化冲突 以下有些建议 例如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纳食 瑞典电视台主持人 站在观光集点前 提醒中国人不要随地大小便 不只图文并茂 还可以用中文配音翻译 你们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 但在瑞典 在这里有黑人 有太人 阿拉伯人 甚至有同性恋者 因为在瑞典 我们支持每个人的拼等权力的原则 但是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人 直接点名中国人 是种族主义者 瑞典电视台刻意业于中国 几乎从头酸到尾 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朋友们来到瑞典王国 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 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短短一分半的影片 让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气炸了 只不根本是挑战人类良知 看一番入中言论 瑞典电视台的强硬动作 全冲着这个月初 中国真心一家人大闹瑞典旅馆而来 当时真心一家三口 可以提早一天到饭店 还赖着不走 找瑞典警方抬出旅馆大厅 丢包在大街上 三人一哭二闹 把马路当作是表演舞台 无止警方打人 事发后 中国媒体还配合发假新闻 成为国际笑柄 也引爆两国外交争端 如今瑞典电视台的讽刺影片问世 势必挑起中国 敏感神经 美新闻中的报道 另外再来看 有中国颅客团队 水电的颅馆 在中国媒体 杰西门的报导之家 现在出来应去 两国外交的尽端 最近水电 就有一个电视台 那么就算团队品来欢迎 是要求中国人 就不肯定在水电 水电大小别 水电电视台 打算团阳品 只开始 一个条件 打中文 日幻境来讲水电 不过这内容 是算下的 曾经的中国游客 欢迎您来到瑞典 为了避免文化冲突 以下有些建议 例如 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 拉屎 水电电视台 主持人 提醒中国人 不肯定在大小便 哪有多 有些这个条件 用中文的去配音 你们中国人是 种族主义者 但在瑞典 在这里 有黑人 有太人 阿拉伯人 甚至有 同性恋者 因为在瑞典 我们支持每个人的 拼当权利的原则 但是这个原则 并不适用于中国人 不然说中国人 是真正主义者 水电电视台 主头七位 对中国是很屁股 我们热烈的欢迎 中国朋友们 来到瑞典王国 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 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这个原则让中国 煮水电第三关 这么想起 说根本是 挑战人类良地 也抗计这种 没着中国人的言论 但是水电电视台 会打得真正硬的 就是因为这个过程 中国一口早 来拿水电的路关 当时 赛珍一口早三个人 挑担提早一天 来到饭店 也还不走 所以就让水电的警察 更出路关这三个人 就用敲路 来动作表演的舞台 这是买烈 这是买烈 救命啦 其实中国人 不然欧白说 警察感到 中国媒体一个配合 做机身份 而且也应该能够 挂高的情意 现在水电电视台 放置的亚品出来 强调一个教堂合唱 美西身份总合问题